这个是立法院警备队的队长心脏病发被送到了台大医院 还有6M远警也因为气喘病发作被紧急送医 这是我们看到的对新的掌握的消息了 而现在的学生在闯入之后呢 扬言要占领63个小时 也就是说呢要一直持续到礼拜五 不过呢他们进入里头之后呢 却因为一些物资比较缺乏 还希望可以号召网友会募集一些物资 包括像是民生的用品 矿泉水等等 希望可以帮助他们长期抗战 补贸审查是不是应该出条审查 是不是应该要出条审查 是不是应该要经过立法院失职审查 如果没有经过立法院政策 先看到呢其实偌大的立法院里头呢 已经被民众还有学生闯入了 而企图报告的像是电话线 还有网路线 主机线等等呢 也在剧烈的冲突之下被扯断 只不过呢有些人觉得这是暴力行为 但是呢真的是官逼民反 因为呢学生还有民众的诉求 在好几天好几个月从2010年开始 那个时候ECFA生效 而且呢还包括了福茂哦 在生效之后 其实很多人都希望政府可以广罵民意 并且呢把所有的条件都公布在阳光下逐条的让民众来充分了解 可是呢政府竟然说台湾大部分的人民都是挺福茂的 但事实上呢有民调显示了台湾有七成的民众 且不管知不知道福茂都希望福茂可以一条一条的逐条审查 但是呢礼拜一的时候 蓝绿双方呢还是没有办法进行审查 并且呢绿营审查的结果之后呢 由于蓝营的部分呢是静置的来把他送关了 而且还认为呢这个送关是有效的 是引起了民众的不满 因此呢累积到现场的这个冲突 在今天我们看到包括桌椅都已经堆叠起来了 我们的记者呢也刚刚稍早呢独家在现场看到最新的状况 而现场又最新消息了 我们来持续带您掌握 我们看到刚刚稍微消息啊 目前呢联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也都到场要来表达支持了 我们看一下苏主席他的最新表达意见 好的主播民间反福茂团体呢 今天晚间是有上百位的学生呢 从九点开始就一路的冲撞进了立法院的议场内霸占主席台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呢 其实还有上百位的学生在议场里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抗议学生陈威廷呢 是拿着麦克风在议场内呢是大呼这个反福茂的一个标语 那目前呢议场外呢也有大批的警力在外面守候 那根据了解呢 待会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也会到现场来进行一个关心跟了解 那我们可以看到议场内呢目前呢是大家这个学生呢把这个椅子全部都堆到这个门口 不让这个警方再进入那是进行一个就是强占议场的动作 那目前根据了解呢警方也会在大概凌晨四五点的时候呢 强行将这些学生都清除在这个议场的情形 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形先把警方交换棚内 在台湾有许多的学生对于政治还是抱有相当高的热忱 我们刚看到拿着麦克风都是手指的脸孔 包括了呢是之前清大的学生 这个是陈维廷 还有呢现在呢还在念读研究所的林飞凡 两位呢都是学生的代表 原本是举办静坐活动 但是呢却后来呢上百位的学生呢 反攻立法院大占了主席台 在混乱间厚重的玻璃门被挤破了 铁门被拆了下来 但学生们不放弃哦 包吴立法院直到礼拜五之前 他们说除非逐条审查 否则不会善罢甘休 铁栏杆几乎推垮 一旁还有学生向上爬 民间团体反服貌 晚间九点冲进立法院 服貌建议实施审查 服貌建议实施审查 好痛啊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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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百名学生集体嘶吼 场面一度失控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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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台 如果没有经过立法院 这道程序 服貌协议有效吗 没有 国父一向前 高举践踏人民黄布条 混乱中电话电脑砸个稀巴烂 玻璃门也被击破 大批警力束手无策 只能干瞪眼 晚间十点甚至被学生 轰出异常大门 两方对峙 厚重铁门也被扯下来 远景有够狼狈 但不止场内学生激情 场外也有立委 绝食抗议 国民党这样子无法无天 霸凌台湾七成名义的作为 都感到非常的愤怒 他们的决心也是非常的坚定 那才能够这个破门而入 帐篷睡袋准备好 打算长期抗战 包围立法院直到礼拜五 福贸争议一天不解决 国会议场只会沦为战场 三里新闻台北纵不到 各位观众朋友 你可以不认同他们闯进议会 闯进立院的行为 但是审查福贸到底有没有黑箱作业 我们来一起看看 因为现在国民党的立院强度官商 直接送到了院会 避开一条一条审查 原本民进党全力反习 要占理主席台 而且还扬言要关闭协商 也质疑了其中的这个 赵伟张庆忠开会的审议性的正当性 包括了立法院长王金平都重话批评 事先说好的怎么都不遵守呢 到最后主席也只能够宣布散会 让国会陷入空转 立法院再度空转一天 行政院长将一化 甚至被立法院团团包围趁乱快闪 就因为国民党中医强行将服帽送院会存查 之前协商好的逐条审查根本不会当一回事 大家对于已经学调好的事 好像大家都没有遵守 连立法院大家长都说重话了 立法院立法院气炸 国民党还是坚持服帽的正当性 他不能牺牲全民的福祉 委员会昨天已经审查完毕 再重新交回到院会 议事系统也没有陆大院 没有人知道他宣告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进行宣告有效 就这样各说各话 立法院对国民党怀怅 快看不下去 星期五民进党要发动全民包围立法院 我们不让立法院扶作威为 民党主席苏贞昌扬言周五包围立法院 三位民党立委更以绝食70小时跟你拼 我们希望这个诉求能够让行政院赶快踩刹车 能够赶快让国民党赶快回来 该要进行实质审查 在一党无法接受服帽强度关山 因为国民党违反协商结论 打破惯例在先 引发民党团强烈反弹 呛下全面抗争到底 三位新闻区位 台北财报导 这起服帽协议让蓝绿两边的关系 拉到最紧绷的状况 最关键的就是担任委员会主席的 国民党立委张庆忠 他趁着朝野双方非常混乱的时候 他拿出手中偷藏的隐藏麦克风 他拿麦克风就直接宣布了 要把服帽协议直接送往院会审查 但是旁边其实是没有任何议事人员 也被批评完全违法程序 在礼拜二台联带领的群众 就到了张庆忠服务处跟警方爆发冲突 群众包围立委张庆忠服务处跟警方爆发推及 警方多次举牌警告现场剑拔弩张 张庆忠的服务处早就拉下铁门快闪 周一立法院府冒争议 当时担任主席的张庆忠 在国民党立委层层借户下 试图冲上主席台引发第一波冲突 正面冲了不行 张庆忠假装尿顿 等到回来时手上多了个手提袋 这里头无线麦隐形麦 什么道具都有 甚至打算从侧边偷袭 被民进党立委邱志伟抓包 立法院迭罗汉 蓝绿立委摔在一块 有够狼狈 张庆忠恨乱宣布服务成功闯关 出委员会 一旁根本没有议事人员 被说偷袭违反议事规定 依瓦利规定 送委员会送院会存查 用存查不是审查 等于服务进院会连审都不用审了 被批评严重颠倒是非 把两岸签订了服务协定 当成一般公文 人偏偏行政院还挺得累 行政院的新闻稿 网页直接摆着一张大道成烟火照 感谢联席会跟主席张庆忠 弄得好像举国欢腾打胜仗 如果真的照国民党做法 服务等于自动生肖 张庆忠当主席被骂蛮干 此离开立法院真的没完没了 三地新闻徐位全日瑞 台北采访报道 最后在这个晚上 国内跟国际都发生了 从小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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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 下期 好 对 那么